俗话说 影儿优则导 纪念拉娱乐圈中越来越多的演员 纷纷转型挡起了导演 其中冯德伦、徐征、邓超等人 算是转型成功的代表 9月29日冯德伦来到上海 为某奢侈品牌展台宣传 永恒的大背头搭配咖啡色夹克外套 甩气指数报表 有着前辈们的注意 在前让越来越多的演员 都有着跃跃欲试的想法 针对这种现象 冯德伦也表示有更多机会 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其实这个演员 转导演这个情况 就是你好莱坞以前也会有很多 你看那个Clean Eastwood 他们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反正那个观众的反应 就反映了现在的状况 就是对啊 我觉得更多导演 更多机会是一件好事 这些年冯德伦除了收获 新进导演备受关注之外 她与舒奇长跑的恋情也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前不久由舒奇张震主演的电影 变影娘虽然票房表现一般 但舒奇的演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冯德伦更是在微博中大方为舒奇的表现点赞 种种亲密互动让网友又开始躁动了 哎呀 谈到女神怎么能简单几句就草率了事了呢 在这个鲜肉横行的年代 男神冯德伦也要来凑个热闹 前不久冯德伦在微博中转发了一组 她与吴彦祖年轻时的旧照 引发了网友们的一片感慨哦 没有这个其实不尴尬 因为我忘记什么情况底下 有人寄了那几张照片给我 我就就是因为现在当然那个小鲜肉 那个那几个字很火嘛 也也他们也很帅 那所以就就发了那几张照片 小虎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 俗话说影儿优则倒 今年那娱乐圈中越来越多的演员 纷纷转型挡起了导演 其中冯德伦 徐征 邓超等人 算是转型成功的代表 9月29日冯德伦来到上海 为某设置品牌展台宣传 永恒的大背头搭配咖啡色夹克外套 甩气指数报表 有着前辈们的注意在前 让越来越多的演员 都有着跃跃欲试的想法 针对这种现象 冯德伦也表示有更多机会 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其实这个演员 转导演这个情况 就是你好莱坞以前 也会有很多 你看那个Clean Eastwood 他们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反正那个观众的反应 就反映了现在的状况 就是对啊 我觉得更多导演 更多机会是一件好事 这些年冯德伦除了收获 新晋导演备受关注之外 他与舒淇长跑的恋情 也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前不久由舒淇张震主演的电影 念影娘虽然票房表现一般 但舒淇的演技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冯德伦更是在微博中 大方为舒淇的表现点赞 种种亲密互动 让网友又开始躁动了 哎呀 谈到女神怎么能简单几句 就草率了事了呢 在这个鲜肉横行的年代 男神冯德伦也要来凑个热闹 前不久冯德伦在微博中 转发了一组 他与无厌组年轻时的旧照 引发了网友们的一片感慨哦 没有 这个其实不尴尬 因为我忘记什么情况底下 有人寄了那几张照片给我 我就就是 因为现在当然那个小鲜肉 那个那几个字很火嘛 也他们也很帅 那所以就发了那几张照片 小虎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